大家好 我是學長 大家好 我是阿密斯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種子攻略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請到我們的手沖大師阿密斯 來跟大家分享兩個重要任務 一個呢是阿密斯會待會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冰咖啡怎麼做 而且會提供兩種不同的做法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然後第二個任務呢 就是阿密斯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他的線上課程 是當然我開線上課程了 我終於開了 而且我第一次開 對對對 其實我的線上課程就是 想要讓更多想了解咖啡的 或是你完全不懂 小白 對 或是說你身邊有不愛喝咖啡的人 都可以購買 然後因為很 其實我的課程很便宜的 其實我就是讓 想要讓大家更深刻的去了解咖啡 因為我生活當中很多 不是很懂咖啡的 對 或是說一開始就被嚇到 被誤導的 對對對 那我想說 藉由這堂課程 能夠讓更多的人認識咖啡 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 不要再被誤導了 沒有那麼地圖泡 對 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 更多人 來認識咖啡世界 然後一起喝咖啡 好喝咖啡 又是一個推坑的課程 對對對 但是推坑 好坑大家一起推 對對對 很快樂的 很快樂 喝咖啡很快樂 好那我們先上課程的部分 我們在沖煮完以後 還要再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們馬上就要進入阿密斯老師 來為大家介紹冰咖啡的沖法囉 沖完以後要跟大家聊一聊 這些冰咖啡的一些原理跟手法 好各位 來我來教大家 我的冰咖啡的沖煮方法 這邊先教大家一個非常好玩的一個東西 我使用 折子濾杯 快速濾杯 非常的快速 那配合的濾脂 沒錯 大家沒看錯 就是蛋糕濾脂 那很多人說 蛋糕濾脂屬於慢速濾杯阿 那你又配合快速濾杯這樣對嗎 這樣不只正確 這樣還很好玩 很好用 用快速濾杯 又再加上蛋糕濾脂的平穩特性 就是用這種方法 那為什麼蛋糕濾脂會那麼平穩呢 很重要一點就是 蛋糕濾脂有平底的特性 可以讓落粉時 粉層的高度達到一致 這時候沖煮就相較的穩定了 是不是 來讓我們量一下豆子 我這次使用的豆子 豆量是屬於22克 算是高粉量 那我使用的豆子是斑砂的日曬 7158品種 那大家知道我做冰咖啡 會比較偏向於日曬或蜜處理 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做冰咖啡 無論你在降溫啊 或是你在shake啊 可能會把一部分的青分子香氣帶走 比較不會感受到那麼細緻的白花香氣 那如果是日曬那種比較是重味道的花香 比如說玫瑰 比如說小莓果 熱帶水果 不容易消失的香氣 做冰咖啡呢 我會相較的更加的奔放穩定 好我使用的磨豆機就是最新的還沒有問世的 叫做GOLD STORY 這個磨豆機的力量程度非常好 那我使用的刻磨度呢 我來比較一下 大家會比較聽得懂 就是你們小富士大概2.5 可能小飛馬大概1.5左右 或是2 偏細一點點 那偏細的原因是我想要做比較濃度比較高 讓它接觸面積比較大 那但是我不會因為偏細我走比較厚段 不會我還是以前中段來走 那各位為什麼我要走前中段呢 因為我有降溫這個區塊 或是shake或是stir 會有長時間的比較會接觸空氣的時間 如果不走前中段的話 可能會讓前面的比較奔放的香氣呢 再折損一半 我覺得沒必要 這是我的方法 來 那我使用的水溫呢 是95度 稍微高溫一點 來我們來做一個預浸動作 那我預浸的給的水量呢 差不多 因為我用22克 我不會給到2倍那麼多 因為我怕它比較多的水垮下來的話 會做到不必要的稀釋 那我用到了多一點 36克 36CC的水 OK 那我給的時間是用到了1分鐘 那長時間的預浸呢 可以讓我更容易抓取到前段的酸質濃度 跟它的香氣 那我這次的沖法就是斷一次水 斷一次水 那我的前面的水量跟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我要沖的酸甜度比較高 那後面的水量會給比較少 時間也會給比較短 水柱呢相較起來也會比較的大 OK 我使用的水的溫度是95度 會稍高一些 用比較高溫的方式 去比較帶出小分子的子龍性香氣 那是比較容易的 你會發現喔 水淹上來了 水淹上來了 水與濾杯製造的空間越大 你越要小心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翻角現象 所以你可以好好觀察 你的粉塵 水面淹上來的時候 你的翻角滾動現象 有沒有 單邊滾動 單邊滾動你就要控制穩定 不能讓它單邊的 擾動 哪邊擾動比較大呢 你就要小心 你就要控制 最好是讓它很穩定 因為水流的翻角是我們人類最不穩定 控制的東西 如果可以 將其穩定控制呢 你的 萃出來的東西會更穩 並非更好喝 也並非更難喝 就是越穩定越好 你可能越穩定 越穩定難喝 你可能越穩定好喝 但是 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東西是穩定的 穩定的 就可以有穩定的 結果出來 175 好 差不多 流光 我不做節流 1比8的比例 那為什麼是1比8呢 阿密斯為什麼 我不能做更濃一點 可以啊 你可以做到1比5 那為什麼我做1比8 是因為 我在做冰咖啡的時候 我不用做那麼濃 為什麼 因為做那麼濃 你要更多的時間去 溶水 做Dilution 就溶水這件事情 我可以 攪拌一下下 或是比較短的時間 可以做到我要的口感 我要的溫度 這樣就好了 來 身為一個 專業的Bartender 我不只是咖啡室 我也是Bartender 我有做冰杯 我有做冰杯 好 這邊做一個搖晃 因為低律式的關係 為什麼要兩個杯子呢 我會分 兩種狀態 來做給大家 作為參考 一個是用Stir的方式 一個是用Shake的方式 那我先做Shake的方式 Shake的方式 這會稍微難一點 因為在技術來說 Shake是比較進階的方式 你要做你的 改爐旋控制 還有你的進氣控制 都會稍微的比Stir還要難 我最後的 整體的總量是120 所以我只要60就好了 撈冰塊 這個冰塊要撈快一點 因為它 冰塊的質地沒有那麼好 所以它的龍水會特別的快 搖盪也不用太久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現在用的冰塊 你冰塊的質地越脆弱 龍水越快 冰鎮效果也越好 漂亮的進氣 這也是為什麼Shake比較難學 Shake包含你的姿勢 然後包含你的龍水 然後包含你的進氣量 你都要做計算 所以Shake會比Stir更難 那我這邊講到冰塊呢 我就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你冰塊的質地越脆弱 你冰鎮效果越好 但龍水越快 所以有一個東西 冰鎮效果更好 叫做碎冰 但它的融化係數也越快 好 那我們有60ml的咖啡液 那我要做冰咖啡的話 用Stir的話 我的冰塊量會放特別的 那我個人在做冰咖啡的時候 不太會把冰塊先浴放在下面 因為這樣很難算你的龍水 不說不對喔 這個方法也是對的 方法沒有錯 只是我會選擇更好使用的方法 那剛好使用的方法我覺得 可以先把冰塊先計算好 我大概是這個60ml 然後還有3倍 來做我的龍水 那倒進去它可以瞬間的冰鎮 對我來說冰咖啡好喝的關鍵 第一個 萃取要對 第二個 濃度要對 第三個 溫度要對 你的溫度要是冰的 你的溫度不能是常溫的 或是用 要冰不冰是溫溫的 我其實很討厭喝到 溫溫的或是 要冰不冰 要熱不熱的咖啡 就是那個溫度會影響整體的體驗 那很多人在問啊 這個要攪拌多久 攪拌多久呢 攪到你的濃度是對的 這濃度還是不對齁 這濃度還是過濃 比較偏近於蜂蜜 有點蜂蜜跟牛奶之間 還是有點黏膩 那我想要做最喜歡 認識我的人最喜歡 聽到我說的一句話就是 我喜歡做到一個果汁感的潤度 非常舒服的一個濃度 你可以摸摸看你的冰咖啡 這個溫度是非常正確的 它夠冰 但它的濃度還不到 所以你要繼續的攪拌 所以你會發現 Stir會比Shake的時間 用的比較久一點 這是當然的 而且看你的濃度有做多濃 如果做的特別濃呢 你攪拌的時間就要更久了 擋住我們冰塊 就剛剛好是 一杯的量 對 無論你是用Shake的 Shake的會產生泡沫 泡沫會有綿密感 會增加口感 還是用Stir的 只要是 濃度 萃取 溫度對 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冰咖啡 對 這是我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看完阿密斯老師 非常詳細的冰咖啡 真的是 應該大家蠻有收穫的 那也跟之前學長交互 我的冰咖啡就是有很大的差異 對 因為像無論Shake 因為Shake其實我也覺得是很難的技巧 非常難 就是博大精神 真的 你會看到坊間的一些Bartender 在跟我們Bartender之間在聊天 我們會聊Shake 然後就會聊非常久的時間 不管是它的手型姿勢還是 它的最重要的是它的 液體的流暢度 跟它的冰塊的控制 那個是非常難的 那不是只有耍褲而已 沒有那個是在控制 對 那這個帥是帥啦 那一方面也在控制一些 我們要控制的東西 對 所以Shake的它的特質上面 就會 除了有泡沫 然後它的風味會比較開嗎 對 會比較開一點 因為它的Dilution 就是所謂龍水會比較 稍微快一點 而且香氣也會比較的好 會比較的上洋 就會比較上洋 你自己喝也知道 會比較上洋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 可能比較洋一點的 爆發性強一點 爆發性強 或是你喜歡喝那種 因為進氣會有一個效應 就是會有綿密感 因為整體 有泡泡嗎 就會氣體進去液體裡面 對 它就比較有一些扎實感 就是飽滿感 所以其實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可能技術沒那麼好 但是反正玩玩看 對玩玩看 應該也會有 跟平常冰咖啡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對 然後我們再喝這個是 色的 攪拌法的 攪拌法的 喝起來還是 跟這個比較起來 它的香氣比較內涵一點 對 比較皮厚香氣 然後這個比較比前香氣一點 對 比較爆發一點點 其實喝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喝的話 會蠻明顯會有 有差異性的 差異性的 要比較 對 但是確實那個龍水的狀態 覺得還是飽滿的 對 剛剛那個阿密斯老師提供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是 也蠻科學的 其實它不只是科學也蠻 應該說更好做 更穩定 再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下面放冰塊 會稍微難一些 因為你一直在充滿 它一直在龍水 雖然你第一段下來的液體 已經變冰了 對 可是它也持續在龍水 對 那你要抓濃度的話 會稍微的比較難一些些 對 這個方法倒是蠻值得探討的 因為我的方法就是跟你完全不同 就是先算好冰塊量 對對對 也蠻多人這樣做 對對對 會比較稍微難一點 喝起來的方式 覺得也蠻有趣的 像我是會建議大家 幾個參數都先把它卡死 那阿密斯老師呢 他就是說 我們咖啡沖完以後 濃度最後再來調整 對 現在我的做法就是 你把你的萃取 無論是你的酸甜度 段落 跟你的香氣 還有你的濃度 先做好 再算龍水嘛 這樣會不會更方便一點 其實也是 對對對 這樣會不會更方便一點 有點道理 對對對 我的做法是這樣 蠻好的蠻好的 所以如果各位 對於冰咖啡呢 因為最近大家討論很多冰咖啡 有任何問題的話 密斯老師他的那個 最近都在推線上課程 對對對 線上課程 有一些想詢問的 也可以在線上課程 是在粉絲專頁還是在IG 都行 粉絲專頁跟IG 為什麼可以問冰咖啡呢 因為我不到三天 就破200 就解鎖冰咖啡的 冰地或冰咖啡的課程了 對對對 所以現在就是 如果你已經 對這個有興趣 或是說你已經買課程 那就可以 你們會有一個 成立一個那個嗎 成立一個社團 社團 其實我們的社團 不只是你可以提問 一些萃取 咖啡的事情 我們會開很多的 罕見豆子的團購 跟你想要 撿便宜的器具 但我的器具都是 非常好的 挑過的 然後你可能 上網找 那個價錢是這樣 漂亮 那你加入我的社團 我的價錢會讓你覺得 真的挺漂亮 有甜甜價 有甜甜價 好那除了冰咖啡外 還有其他線上課程的 覺得比較有內涵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線上課程分為十六堂 嗯 從前面 何謂精品咖啡 開始教 教你怎麼挑選咖啡豆 甚至是教你怎麼在店裡面 跟咖啡師溝通 看得懂菜單 很多人看不懂菜單啊 一看到精品咖啡的那個有沒有 產區 我還是一杯拿條 是不是大家都這樣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樣會 挺可惜的 那我是 更想讓更多人知道 精品咖啡的美好 精品咖啡美好 嗯 然後可以 喝得到自己喜歡的咖啡 無論 淺焙中焙還是深焙 都是好喝的 對對對 然後 我教完這個 後面還有教到萃取 所以我不只教萃取 我是教一系列 從咖啡的產區 一直教到沖煮 然後 越來越難 越來越複雜的東西 對 了解 那現在是早鳥嗎 對 到十月一號之前 對對對 那這次課程是 九月幾號上 九月二十四 就上線了 就 就全部都上傳完畢 就開始上課了 對 所以如果各位 對阿密斯上課程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粉絲專頁或在IG 那我們會把這個 資料貼在我們的資訊欄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 然後裡面 現在一定還有一些優惠 大家不要客氣 趕快去報名吧 OK 那我們今天又感謝阿密斯老師 為我們分享 謝謝VV咖啡 謝謝 掰掰 謝謝 掰掰